这两天发改委公布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纲要 应该来说很快 因为上个月西方刚刚说 在中间财经会议上刚刚说 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高质量的发展下要共同富裕 让先富的人帮助后富 带动后富 让全民都进入共同富裕的阶段 那么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 他说第三次分配的工作已经启动了 上亿的中央诊 上千万的省理诊 上百万的市理诊 十万的区理诊 五万的街道诊 它涉及到一个先整顿 那么大家应该知道一点 什么叫共同富裕 就这个基本上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 我们知道的是 我们知道的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 那么他们形成一个对底层最有效的一个保障 甚至在质复分化的状况下 也不忘了救助底层的平民 保持他们有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 这是比较现实的 而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福利 它的根本目标就是在保持整个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有一个有限的温饱问题 而且是在有尊严的环境下 那么如果说要是让大家都富裕起来 是吧 共同富裕 这个可以说在原先我们听到的宣传中 在共产主义阶段 按需分配是有这个可能 今后人类会不会走到这个阶段呢 无论是共产主义所引导的 还是乌托邦式的 或者说国家分配的 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出现 那为什么习胖会这样提 而且很快就落实到行动中 是吧 法改委把这个共同富裕的纲要都发布出来了 其实看看之前的例子 我们知道去年有一个习胖的训绕 关于这个杜绝浪费 人大在一个月左右就给他立法了 反浪费法马上就退行到全国 但执行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效果呢 这个很难说 大家应该知道 可能性真的不是很大 但是有些地方搞了这个光盘行动 不再允许这个点菜的过程中 人吃完走了 留下一桌的剩菜 对吧 那更多的时候呢 有的这个地区 都叫边远地区 年里结婚 断个喜酒 他都要控制 很多东西 我们在生活中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领导人一拍脑来 下面就跟着出台相关的政策 能不能执行下去 有没有效果 这个在人家眼中真的不是很重要 只是说领导提了 咱就得配套 措施要跟得上 要紧跟 习胖的这个 训导 一般都是这样 在中国最近几年 非常明显 而且明明办不到的事 咱得挑战 是吧 人定胜天 既然习胖已经说了 那他就必须得完成 哪怕就是做不到的事 咱也得把它做到 比如说消灭贫困人口 是吧 所以在中国这些东西呢 大家已经觉得这个司空见惯了 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地方 但整个中国形成这样的氛围 实际上还是令人诧异的 因为之前在毛时代 确实是这样出现过 领导人一拍老的 就想起一件事 完了以后 让你除死亥 你就除死亥了 让你这个斗斯灭修 你就斗斯灭修了 然后这个 让你干啥 你就干啥 最后呢 这个思想 大家都进步了 因为每个人都抓个红宝树 连结婚的时候 这个你收到的礼物中 肯定不会缺少毛泽东选机 那么 但是经济垮了 垮到什么程度 垮到 应届毕业生都无法安置 全部把它摔到农村 那么对内对外的交往 越走越窄 搞到最后 既反书又反美 然后几乎 无路可走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向你搭了一把小手 跟你改善了关系 为了一致对抗前苏联 拉你作为小伙伴 然后从毛泽东死了以后 邓雅明上台 为了向西方阵营 递交投名状 连原先的社会主义小伙伴 越南的干 可以说 不惜一切代价的获取西方 对他的承认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 做的一次改变 这个改变 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奖赏 就是在中国内部发生 民主运动的时候 西方只是象征性的制裁了几年 然后呢 从法国开始开了一个口子 逐渐的就松绑了 那么八九六四过去没几年 又开始出现了一片祥和 九三年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 到了九四年连八桶都解散了 所有的原先对中国控制 输入的高技术产品 全部进来了 到了2001年 美国甚至给了中国 永久最惠国待遇 让他加入了世贸组织 所以中国的经济 呈现出一派繁荣 很多人认为 这是中国人自己争取来的 或者说中国政府领导有方 中国共产党会忽悠 然后中国强大了 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 怎么样怎么样 说了一大套 但是今天呢 今天当你在强调共同富裕的时候 政治人物 他们心中的理想跟实际的差距相差很大 当他们没有能力改变经济发展规律的时候 他们想人为的制止经济周期 那么真的有人能够挑战成功吗 我们看到的每一次挑战 其实最终都会有更长久的痛楚 接待后面要兑现 就像你预知了一些东西一样 你最后是要还债的 现实就这么现实 很残酷 听起来好像大家都不愿意 总觉得共同富裕这是个好事 缩小贫富差距 这是社会福利 全民福利 但他要有一个前提 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别说高质量 就是能正常的维持经济的增长 现在都变得相当困难 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幻觉 让自己犯迷糊呢 我们吃的苦还不够多吗 他每次领导人制定出来一些政策的时候 你都感觉到是一个德政 非常得人心 就你听起来很爽 但他能不能做得到呢 如果说他做不到 你还跟着他呼喊 你还支持他 这不就是撒帽吗 为什么我们老做着这些 在正常人看起来 很撒帽的事不自觉 然后同样一个坑 咱会掉好多回 是中国人民的选择错误了吗 或者说是你没有选择吗 其实你不迎合他 不就是一种选择吗 只不过大家都 都放弃了这种责任 都认为 这个事即便有人反对 让他们反对去吧 咱心里默默的支持他 这个不能输 说了以后我就成为这个 矛盾的中心 成为焦点 然后我会吸引火力 我会为整个民族的 这个目标 而付出自己的代价 不知道 确实扛不住 这事不是你能 个人能扛的 所以很多人由衷的 不相信 但不愿意说出来 其实在中国 所谓的军贫富 是今天才开始喊的吗 中国历史上 类似的口号太多了呀 为什么之前 人家提的这些东西 你都认为是 不太现实的 不成熟的 那么习胖一提 大家就拍手鼓掌 或者说 即便看到了这些宣传 也不愿意发表 自己的观点呢 这很多人 其实已经不能用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来形容了 或者说 整个民族 没有人 愿意站出来 呼唤大家 去回归常识 这真是一种 时代的悲哀 因为 太多常识 被人们忽略了 尤其是当 社会舆论 这个 不太平的时候 是吧 当你发出异议 就会被 政府直接拎出来 打压的时候 大家都太小心了 我们很谨慎地活着 因为 在今天的中国 活着已经 太不容易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